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这节课依然是关于我们的作用率的 我们尽量把每一个知识点给大家讲透彻 好,那么首先有一点是对于这个全局变量 我要做一个特别的说明 我们目前所举的这样一个11-12里面的这两个例子 我们都是把这个全局变量局限在这个模块之内 那么这里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全局变量之所以称为全局变量 它必然并不是只能在这个模块内部使用 大家想一想,之前我们写了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代码 我们是不是经常在一个模块里面使用import 导入另外一个模块的这样的一个全局变量 是这样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跳出这样一个模块的概念 对于全局变量来讲的话 如果你不做特别的限制 那么在整个应用程序里面你都是可以引用的 另一个经纪是只能用在模块里面的 这个是我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的 好,那么这个我们讲完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 我们从我们的C12这个模块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局部变量很容易的就可以覆盖 全局的这样一个变量 比如说全局变量定义的是C等1 它很容易的就被我们函数里面的局部变量给覆盖掉了 而且我们之前的一个事例也试过了 如果我们尝试在一个函数内部第一一个局部变量 我们是不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函数之外来调用函数内部的这样的一个局部变量 换一句话说 如果我们想把一个全局变量更改为这样的一个局部变量非常的容易 我们只需要在函数内部重新为这样的一个变量付出就可以了 但是反过来 如果我们想在函数的内部定义一个局部变量 然后我们又想在函数的外部来访问这个内部的局部变量 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好,那么Python提供了一种机制 可以让我们把函数内部的这个局部变量变成一个全局变量 好,我们先建一个评件 应该是C13.py 好,我们定义一个非常简单的函数 这叫戴姆 好,在这个函数内部呢 我们还是定义一个C 让它等于R 好,那么如果此时我在外部呢 想打印这样的一个变量C 这个是不可以的 之前我们演示过了 我们看一下会报错 找不到C这样的一个变量 那么Python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机制呢 Python提供了一个关键字global 看这里有 加上了这样一个global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外部来访问这样的一个内部的局部变量 好,我们先试一下 在C的前面 加上一个这样的global 好,这样可以打印出来C吗 我们看一下 好,不可以 它会报这样一个语义法错误 好,那么正确的使用global的方式是这样的 global并不是用在这里的 我们首先需要定义一个global的变量C 然后再对这个C做一个复值的运算 此时我们再看一下 可不可以成功的打印出来 然后此时我们看到 它并没有成功的打印 Python依然给我们报了一个错误 还是说这个C是没有定义的 好,那么如果同学们之前的听课比较认真的话 应该能够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 我们还是来看一下代码的流程 首先Python只是读到了这样的一个代码函数的定义 但是要注意的是并没有去执行它明白没有 并没有去执行这个demo 所以说如果我们想要这个C能够出现的话 我们必须要你起码需要调用一下这样一个函数对断 好,那么我们加入了这个函数的调用之后 再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看一下 好,这个地方没有 我去掉了 我把C给上去删除了 好,我们Print C 然后再看一下 好,我们发现Print C这里成功打印出了2 好,所以说并不是说Global这个关键字没有用 而是我们没有调用这个函数 这一点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的 之前我看到很多同学会问这样一个问题 我定义了Global,但是为什么没有用 这是因为你还没有调用这样一个函数 这样一段代码还没有运行 好,那么从刚刚我的这样的一系列的推演的过程 同学们可以看到 Global关键字能确实可以把C这个变量变成一个什么 变成一个全局的变量 好,那么这个知识点大家学习到了 那么我现在想提一个问题 我们可以在其他的模块里面引入这样的一个C吗 我们之前引入其他模块的变量 都是把这样的一个变量定义在这个模块 直接定义在模块里面 让它成为一个全局变量 那么行不行 我们试一下 理论上面来说的话 既然它是Global 那么理论上面来说可以引用 但是我的建议还是要试一下 好,C14.py 好,我们在这个里面导入Import 这样的一个C14 好,然后呢 C13 然后我们Print C看一下 C43.c 好 好,我们来运行一下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C14.py 好,我们可以发现 可以成功的打印出来 这里打印了两个2,对不对 第一个2是哪里打印的 是我们Import的时候 执行了C13这个模块 打印出来的C 好,那么第二次的打印 就是来源于我们的这个C14 模块里面所导入的C13 模块下面的C 好,所以说到最后呢 还是提醒大家 全局变量 全局变量 它是在整个应用程序里面 都是可以使用的 并不能 并不是能说 我在这里定义了一个C 只能在模块里面使用 这一点是大家要至少的 即使你是使用 这样一个Global关键字 在Demo这个函式内部调用的 只要你加了Global关键字 那么就可以把它视作是一个全局变量了 好,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 就先讲到这里 关于作用域的概念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完毕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由于Python去掉了代码块的作用域 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说Python它的作用域 相对于其他的很多语言来说的话 要简化了很多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感动 这个也体现出来了 我们Python的这样的一个简洁性 好,那么我们上节课再见